吴尊在上海做核酸,发文感谢中国政府发放蔬菜,感叹自己见证历史。 4月10日,吴尊在社交平台发文谈论自己在上海居家隔离的细节。 他在30号晚上搬到上海,从4月1号开始隔离,同时感谢在隔离期间去政府发放的各种蔬菜。 他还特别庆幸,幸好在封城之前搬进了新家,内心感到满满的幸运。 在搬家过程他们搬来了40个行李箱,80个快递箱,可以看见一屋子的东西,并回复网友说,我们夫妻真的是整理家的高手。 在他们参加爸爸去哪儿的时候,他的孩子中文还不是很好,吴尊决定来这边居住要把他们的中文学好。 吴尊选择了中国居住,看重的不光是中国的市场,还有中国在疫情期间的有效控制。 早在去年9月份,吴尊就接种了中国的疫苗,并且感叹文来的疫情不太乐观,感谢中国也派了专家过去协助。 在吴尊搬来上海的这段时间,他也遵循疫情规则按时下来做核酸,做完核酸以后还与医护人员合影,给医护人员赠送了爱心香蕉。 谢谢。